由於CROWD STRIKE一次錯誤的軟件更新 導致全球技術故障 包括乘美航空在內的多間航空公司取消航班 目前仍然在努力恢復正常運營 根據FlightAware的最新數據 僅在剛剛過去的星期日 美國境內和出入境的航班 就取消了1461班 其中乘美航空和美聯航取消的航班最多 事件源於上星期五 是由網絡安全公司CROWD STRIKE 向企業用戶發送錯誤的微軟電腦軟件更新引起的 CROWD STRIKE表示已發現問題並正在收復 此次技術問題影響航空業很多系統 包括用於辦理乘客登機 計算飛機重量 以及與空中機組人員通訊的系統 交通部已提醒航空公司 為航班被取消者不願意改簽的乘客提供退款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